全油管最快新闻,根据泰国媒体报道,泰国曼谷街头出现多名中国籍毁容乞讨者,警方怀疑可能涉及人口贩卖。 封面新闻记者实地探访,发现街头仍有乞讨者存在,并有不少路人施舍。 泰国法律明确规定刑起为违法行为,中国驻泰国使馆发言人表示已对当事人进行领事探视。 社交媒体上网民纷纷留言表示曾见过毁容乞讨者。 游客称在BTS-NANA站一带也目睹了乞讨现象,但22日再次来到时发现乞讨者减少,泰国政府可能正在清查乞讨者。 警方呼吁民众不要给其他施舍。 中国驻泰大使馆表示会尽快查明真相,并要求中国公民遵守法律,维护合法权益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